大家好,我是楼盛 比特币再次运行到了本段行情的最高点 目前又回到了28,400左右 马上周线月线都要收盘 今天就跟进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长期分析 接着讲比特币是否会符合我们前段时间反复提及的预期 会走到四万上下呢 今天就继续探讨一下 马上周线月线都要收盘 目前的价格又非常关键 所以说当下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长线节点 在过去的几期视频 我们主要都是关注长线 市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怎样的走势 我们就关注怎样的周期 在过去的行情 如果说你没有在底部建仓的话 其实后面是很难上车的 如果说你过度的关注小周期 那么就会错过这部行情 好如果说你是首次看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的电报链接 在频道之中可以更及时的收到最新的消息 今天视频下方也是增加了一个BGET交易所的优惠 注册享受20%的返线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3年3月29号的晚上6点5分 我们看一下当下的日线和周线 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观点 在3月17号我们讲到了目前这个价格是急速的运行到了通道线 对吧 当时我在3月17号的视频是这个观点 然后呢 我再紧接着过了三天 在当时的周线收盘以后 就是在这一根周线收盘以后 在这一根周线 收盘以后 我马上更新了一个新的观点 否认了前面的观点 在当时呢 就讲到了 当市场普遍都希望回调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会真的回调 在我更新之后的9天 我是20号更新的 今天呢是29号 就是未来的9天 都是在这个位置债幅震荡 市场总体符合新的预期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盘的道理 当市场释放了新的信号 我们要马上的跟随新的走势 新的信号 市场变幻莫测 只有我们不断的 跟市场当前释放的信号 我们才能赚钱 比如说市场释放了一个信号 我们操作了 止损了 市场又释放了一个新的信号 我们又操作了 又止损了 那么可能市场再次释放信号到时候 我们就赚了 不但赚 而且能够弥补前面的亏损 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之前看跌 然后跌不动 买进先货 持有 那么如果说你的 思维还停留在之前 在此前呢 可能你跟了两次信号 都亏了 你害怕 你没有跟 没有去操作 那么你就不会 追到后面的收益 我们要始终 关注市场最新的信号 对吧 好 市场横盘 周线 在这根大阴线之后 出现了一根十字星 本周呢 还有四天收盘 那么目前来看 大概率呢 也是十字星 强势突破 两根停顿 K线 如果说在下一根周线 能够上破的话 那么将会是非常好的信号 我们再看一下 月线 月线也是马上收盘 月线比周线早一点点 两天半 那么就是说月线收盘以后 马上呢 周线也会收 这个月线如果说能够收盘 在最高价 最高价呢 是两万八千八百 那么大概呢 收盘在两万八左右 就算是非常饱满的阳线 月线上是什么信号呢 月线上是 窄幅区间 然后呢 十字星突破 就是说 小的K线信号有 然后大的组合 也是有形态的 所以说月线 只要收盘能收在 两万八附近 将会是非常非常好的信号 在未来的几根月线 就是三四根月线 那么也就是第二季度 我在此前 刚刚开始 今年更新的时候 在这期这期这期 都反复的讲到一个关键 就是第二季度 对吧 我们讲到第二季度 四万上下 那么四五六月份 它能不能运行到这个位置呢 非常关键的走势 就是看这个月线收盘 还有两天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目前总体来讲呢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强势上涨 它没有回调 是强势的横盘调整 这是非常非常强势的 它的回调都没有回踩 这个0.382 我们看一下这个 本段上涨的382 是在两万五 我在17号的视频 就认为它会有这个回调 回调以后呢 就上车 但是在3月20号的视频 我就否认了这个预期 市场走横盘 它都没有到382 说明非常强势 强势的上涨 突破阻力 突破了短期最关键阻力 然后横盘调整 那么后续 月线收盘以后 它的上涨会是 非常非常强的上涨 OK 之前跟我买进的 一直持有没有问题 那么没有买进的 自己把握一下 这个风险和收益 因为目前真正的大牛市还没有来 那么它这个收益 对比这个风险 是否是划算的 至于没有上涨的人 确实是需要好好掂量一下 然后再讲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走势和比特币 大同小异 只是说强弱不一样 那么以太坊在这里的走势 和比特币有一点点的区别 因为比特币在这个期间 波动是比较大的 那么以太坊可以关注一下 以太坊 它在上一轮拉升 其实没有明显的突破 前方这个阻力 而比特币是在第一次 拉升就突破了 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其他的和比特币一样 我们就说这个不一样的 以太坊 在这个小幅拉升之后 在这个阻力位附近 盘整了 看一下 是9跟K线突破 突破以后 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暂时停顿 如果说后续以太坊能够突破的话 由于它前方是9跟窄幅的区间 如果突破的话 它拉几根周线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后续以太坊 我觉得是可以关注的 大部分侦债币都不行 我们看一下 绝大部分的深寨币 它都在低位 ETC在低位 那么FTM算比较强的 它涨的还是比较高 绝大部分的深寨币 它都是在非常低的位置 对吧 包括之前很出名的一些币种 都在低位 有一些深寨币走的比较强 对吧 但是这些少数 大概90%的深寨币 它都没有很强的上涨 只是少数 很多币都在历史最低位 最低位附近 这就是深寨币的现状 但是强势的深寨币 就是以太坊 它的周线走得非常好 预阻之后没有下跌 而是走了一个区间 区间上破 上破了这一个阻力位 上破以后走十字星 这个和比特币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后续 等下一周 等四天之后 周线收盘 下一根周线 如果能够继续的上破 前一根周线 那么将会是非常好的 以太坊的看涨机会 而且以太坊 在本轮小段上涨 我认为它是有一定的可能 会比比特币更强的 但是目前来讲 主要还是看比特币 比特币 我的长线目标 维持基本的不变 4万附近 4万附近 正负 三千 五百 对吧 就是小一点的话 看到 三万六千五百 多一点 四万三千五百 就是四万上下 三千五百 这个目标是没有改变的 主要呢 还是比特币 次要呢 以太坊 以太坊如果突破 我们短线上 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的 月线收盘以后 我们再进行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